反正他很懶就算了 有人說最適合送他出來進修 眼不見為鏡 勤快的笨蛋 我有點搞混了 但是有一種叫做勤快的笨蛋 勤快的笨蛋 他很笨 把每件事已經搞砸 但每件事跟老闆說 這件事我要做 我們說這個對組織裡頭 就像海綿寶寶一樣 那是一個夢魘 一群很笨的人 但是非常的勤快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組織中有勤快的笨蛋就糟糕了 我那時候看這個故事 我說愚公移山的精神 不是正在敘述一個 勤快又不用腦的人 他所殘害的 不僅是他這一代 把他的兒子跟孫子都害殘了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強調 海峽兩岸的經濟奇蹟 過去40年20年 靠的是愚公移山 這個精神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是 未來20年 我們需要靠什麼樣子的精神 在愚公移山 情人補著的基礎下面繼續做 我的答案叫做快樂 我們來看下一張投影片 其實我的理論是有文獻基礎的 我的理論分為三個部分 一個叫做快樂經濟學 一個叫做快樂競爭力 一個叫做快樂工程 快樂經濟學是告訴我們說 快樂是有產值的 能夠增加國民所得的 能夠增加GDP的 快樂競爭力跟快樂工程 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談到這兩個的理論 快樂經濟學的理論呢 是源自於在1998年 哈佛氣管評論有兩個學者 一個叫Pine 一個叫Gilmall 這兩個人呢 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Welcome to Experience Economy 歡迎到體驗經濟的時代裡頭 這篇文章講得很有趣 他說人類在追求附加價值的時候 有什麼叫做附加價值 就是你增加一塊錢的成本 如果能夠幫你賺到一塊錢以上的利潤 我們說這是一件有附加價值的投資 我們應該要往有高附加價值的方向去走 也就是一塊錢的投資 能夠增加一塊錢以上的利潤 那在這篇文章說增加附加價值 總共有四個Stage 第一個Stage是質量Quality 我們如果把產品的質量做好 我增加一塊錢的成本增加質量 如果售價能夠變成兩塊以上 這是有附加價值的事情 第二個階段呢叫服務 如果我花一塊錢增加我的服務質量 如果客戶願意出一塊錢以上的售價 來買這個服務 我們說這個服務是有附加價值的 但是很有趣的 在1998年的那篇文章說 質量跟服務都不是最高的附加價值 還有兩個更高附加價值的東西 叫做體驗跟轉變 在1998年海峽兩岸在追求產品質量 在追求服務滿意之際 我們突然發現這些歐美的人 開始追求一個更高附加價值的東西 叫做體驗叫做感覺 注意這個模型並不是說質量跟服務不好 而是在質量跟服務上面 我們要追求更高的附加價值 舉例來說什麼叫做體驗 我不曉得我們各位有沒有到星巴克喝過咖啡 星巴克咖啡一杯要多少錢 一百多塊 大概是這個大陸是三十塊人民幣 台灣大概是一百二一百三 但你知道嗎 1998年哈佛氣管評論這兩個人分析 他說星巴克的咖啡 他的咖啡豆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泡一杯 你花一塊錢人民幣 五塊台幣 你就可以泡一杯星巴克咖啡質量的咖啡 他問你一句話 你五塊錢就可以喝到的咖啡 你為什麼要花到一百二十塊 你一塊錢就可以喝到的咖啡 為什麼要花到三十塊人民幣 到星巴克裡頭喝咖啡 你到底買到的是什麼 你知道有一次 我在這個學校喝咖啡 我們的EMBA學生手上拿的是星巴克的咖啡 我拿的是超商的city咖啡 我們7-11也都賣超商的咖啡 那咖啡豆誰好喝見仁見智 我也覺得超商也不難喝 星巴克也沒有好喝到哪裡去 走在走廊 學生拿著星巴克 我拿著city咖啡 就是我不知不覺的就低下頭來 我說我的同學生喝的可是星巴克啦 你懂意思嗎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在喝星巴克咖啡的時候 你的動作開始變優雅了 你的談吐開始變得比較輕盈了 你會發現你在喝星巴克咖啡的時候 比較不會一飲而進 如果你一飲而進我們會說你是土豪 對你會很有品味的慢慢在喝星巴克咖啡 但是我在喝超商的city咖啡的時候 我會邊走邊喝 我會一飲而進 我會大聲講話 因為我在喝一個非常廉價的咖啡 聽得懂嗎 我就突然發現星巴克咖啡在賣什麼 原來他在賣一個非常優雅的感覺 那種優雅的感覺讓人們願意從五塊錢跳到什麼 一百三十塊來買 從一塊人民幣跳到三十塊 你要知道你花三十塊人民幣買這個咖啡 是因為它的質量嗎 它的質量只值一塊人民幣 是為了它的服務嗎 認真想想星巴克是要自己端盤子 跟自己倒垃圾的 所以星巴克咖啡真正在賣的一種東西叫做感覺 感覺你非常的高尚 今天如果讓你花一百萬人民幣去裝潢咖啡 你的咖啡可以從一塊人民幣賣到三十塊人民幣 請問這個投資值不值得投資 這個投資有沒有附加價值 你就了解為什麼美國人在賣星巴克咖啡 台灣人在賣City City咖啡其實也蠻賺錢的 就是很賺錢的等等之類 但是我們發現體驗 如果你的投資能夠讓你賺的錢比體驗高 我們說這是值得投資的一件事情 台大對面有一個公館商圈 你知道一根蠟燭賣多少錢 好久沒買了 一根蠟燭假設一塊人民幣 你有沒有想過 一根蠟燭裡頭再加上一塊人民幣的金油 就叫做金油蠟燭 你知道金油蠟燭一根要賣多少錢 我們公館商圈有一家店在專門賣金油蠟燭 我還特別去看 最便宜的兩百塊台幣 好除以六十塊人民幣 那最貴的呢可以賣到一千五百塊人民幣 一千五百塊台幣 你懂意思嗎 一塊錢的蠟燭加上一塊錢的金油 可以讓你賣到四十塊 這個東西值不值得投資 那我就問你 問題來了 蠟燭在賣什麼 金油蠟燭在賣什麼 蠟燭在賣質量 服務好的蠟燭店 賣的蠟燭可以貴一點 那賣的是服務 但是金油蠟燭在賣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 而且越貴 這個感覺就 越濃 那意思嗎 越貴這個感覺就越濃 人們願意花一千塊台幣去買一個羅曼蒂克的感覺 上課上得非常累 泡澡的時候點一個金油蠟燭 覺得人生快樂的像神仙 人們只願意用一塊人民幣去買一個 生日快樂的蛋糕蠟燭 甚至還捨不得去買這件事情 當美國人開始 我們說當環遊世界的法國人 開始漸漸了解 什麼叫做生活品味 什麼叫做羅曼蒂克的感覺的時候 台灣跟海峽兩岸還在做質量比較高的蠟燭 服務比較好的蠟燭 沒有錯都有附加價值 但是如果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感覺的層面上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海峽兩岸的人呢 我們非常討厭製造氣氛的人 我們覺得那是忽悠人的 那是騙人的 你懂意思嗎 我們覺得吃牛排就要貨真價實 法國餐那種賣情調的 像我媽媽就會覺得非常的不值得 要嘛就是要一九九吃到飽 因為我們覺得吃氣氛跟賣情調 是一個忽悠人的事情 我覺得因為這樣子的價值觀 注定我們的國民所得跟GDP 永遠落在質量跟服務上面 如果你再往後延伸一件事情思考 有沒有想過LV的包包在賣什麼 我們台灣很多的製造業跟我說 他接了LV包包的單 他發現他下的物料 還不是非常高質量的東西 後來我跟他講說 因為你這個包包是台灣三萬塊錢的包 所以是屬於它中價位的包 這個廠商跟我說 LV的包包的質量 我們通通都能夠做得到 而且我們還可以做到用火柴 那個打火機燒不壞的 台灣有一種包用打火機燒不壞 可以放在夜市賣 但是呢兩百塊人民幣我們都會嫌貴的 但是同樣質量的東西 只要把他的包的布料跟包包改成LV兩個字 他馬上就可以賣三萬塊 甚至六萬塊錢 有沒有想過六萬塊台幣的包 他在賣什麼 一萬塊人民幣的包他在賣什麼 是賣質量嗎 質量是不錯對不對 是賣服務嗎 服務也很好 但是能夠好到你願意花一萬塊人民幣 買這個包的原因 絕對不是他的質量 質量很好 也不是他的服務 服務很棒 但是不會棒到你願意花一萬塊人民幣去買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女性朋友拿了LV的包之後 他的動作也開始優雅了 他屁股開始翹起來了 然後呢講起話來呢 就會有一種很高貴高雅的感覺 你會發現 這種感覺所造就的品牌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台灣小吃的 叫麵線 你們聽過嗎 就是像掛麵 北方人叫掛麵 台灣人叫做麵線 他叫做這個蚵仔海鮮麵線 蚵仔麵線 它的麵線呢 一碗大概四十塊台幣 你們就自己除以五了 就是大概八塊人民幣 然後呢到了冬天 他就開始推藥膳麵線 冬天呢 你知道特別很冷的那個時候 我看它的中藥大概不到五塊錢 五塊錢買的一些當歸枸杞啊 放在那個麵線裡頭呢 就叫做藥膳麵線 你四十塊會買一碗麵線 藥膳麵線可以賣多少錢 好差不多 假設是賣一百塊錢 你知道嗎 四十塊的麵線加這五塊錢的中藥 能夠賣到一百塊 這個有沒有附加價值 有 但有沒有想過 四十塊的麵線你在買什麼 一百塊的麵線又在買什麼